孙悟空和二郎神势均力敌 错,若放开手脚,有一方必败 西游记一装一携妙趣横生 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读者的喜爱 的确,在吴承恩的精心架构之下 他笔下的仙佛世界精彩绝伦 让读者们嘖嘖称奇,乐在其中 要是问及西游记哪个片段 最让你记忆有心 恐怕非大闹天宫莫属了 孙悟空不畏强权,敢作敢为 仅凭一人之力和天庭力战到底 为了降服孙悟空 玉帝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先派出了托塔里天王和十万天兵天将 然而孙悟空神通广大 托塔里天王数次杀鱼而归 在玉帝焦头烂额之际 观音菩萨历见灌江口的二郎神出战 很快,二郎神率领眉山众兄弟赶到了花果山 和孙悟空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 在西游记的第六回里明确雪道 二郎神和孙悟空斗了一个旗鼓相当难解难分 为了尽快拿住孙悟空 太上老君观音菩萨飞到花果山上空观战并寻求对策 最后,太上老君掏出当年自己画乎为佛所用的金刚镯 借着高空的自由落体之势 朝孙悟空的脑门砸了过去 孙悟空正宁神和二郎神对决 初步急防之下被金刚镯砸了一个亮枪 二郎神和眉山兄弟趁虚而入 最终穿了孙悟空的琵琶骨 将其扭送天庭 停后玉帝罢落 如果单看这一段原著 不少读者会认为 二郎神最多和孙悟空斗个势军力敌 倘若没有太上老君的偷袭之举 二郎神是拿不住孙悟空的 然而《西游记》并非只是一部单纯的神魔小说 通过《西游记》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部著作映射了不少现实社会的人和事 原来,在唐僧的取经队伍入过季赛国的时候 取经众人遭遇了九头虫 由于九头虫厉害至极 恰好二郎神打猎入过 于是孙悟空决定邀请二郎神助自己一臂之力 原文学道 孙悟空朝二郎神说道 向蒙莫大之恩 未斩死须之暴 虽然拖难其行 为之功行何如 金银路遇祭赛国 搭救僧灾 在此前妖所保 否见兄长车架 大胆请留一众 注意看 孙悟空说二郎神对自己有莫大之恩 可当年孙悟空是被二郎神擒住的 何来什么大恩呢 笔者认为 孙悟空口中的大恩和二郎神当年的放水有关 也就是说 和孙悟空打斗之时 二郎神并没有使出全力 一些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说笔者胡编乱造了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以下原文 那是孙悟空的七十二遍 绿绿被二郎神识破 于是滚下山崖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座土地庙 原文学道 二郎神急征凤眼 仔细看之 笑道 是这个狐孙了 他竟又在那里哄我 等我彻拳先倒窗帘 后听门扇 孙悟空听了之后 暗暗心惊 道 好狠 好狠 门扇是我牙齿 窗帘是我眼睛 若打了牙 倒了眼 却怎么是好 随后孙悟空扑的一个虎条 冒在空中就此不见 二郎神如果真想擒住孙悟空 大可直接撸起袖子加油干 耐人寻味的是 他竟当着孙悟空的面 自言自语地说出了作战计划 显而易见 二郎神的这个举动 无非是告诉孙悟空 我已经识破你的变化之术 赶紧逃吧 其次 孙悟空伏法之后 玉帝下了圣旨 让二郎神放火 将花果山烧成焦炭 二郎神的确在花果山放了一把大火 却唯独漏了水帘洞 众所周知 水帘洞才是孙悟空的根据地 而二郎神的这个放水举动 让花果山群猴保存了实力 否则早被一锅端 成了宾为动物 二郎神为何要这么做 孙悟空已经告诉我们了 当时孙悟空和二郎神对决之时 孙悟空这么说道 我记得玉帝妹子 斯凡夏姐 配合杨军 生一男子 曾使俘辟桃山的 是你吗 不难看出 因为母亲的缘故 二郎神早对玉帝心生不满 不过一来奉命行事 二来自己又是观音利剑 二郎神只能做做样子 综上分析 孙悟空大闹天更之时 他的总体实力略逊二郎神三分 这样的结论 过去会让一些喜欢孙悟空的朋友们闷闷不乐 但你要知道 二郎神修炼了多少年 孙悟空在方寸山又修炼了多少年 即便如此 迅速崛起的孙悟空 依旧是一个难得一见的修炼器材 随着孙悟空在凌山成为斗战圣佛 他只要静下心来修炼几年 追赶二郎神一如反掌 下一集